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边加一个egg 连起来读headic 表示头疼 后边这个egg呢就是疼痛的意思 headic 表示头疼 好 下一个what's the matter 诶 你怎么了呀 i have a toothache 我呀有点牙痛 你看他捂着自己的牙 说明自己呀牙痛 下面一个呢 what's the matter 怎么了呀 i have a cold 看他特别冷 还一直流鼻涕 说明他呀感冒了 have a cold 是感冒了的意思 下面一个what's the matter i have a cough cough 他一直在咳嗽 我呀有点咳嗽 好 亲爱的同学们 我们看一下 在表达我们身体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该怎样说呢 第一种方式是 i have a 后边加我们的身体部位 再加一个egg 比如说 我有我头痛 i have a headache 是我们的头部 后边加一个egg headic表示我呀有一点头痛 下面一个 i have a backache backache 是表示我呀 后背有一点疼 下一个 i have a toothache 表示自己牙痛 i have a stomachache 表示自己的胃疼 i have a stomachache 表示胃痛 这是一种表达自己身体不舒服的方法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是 i have a 直接加 后边加疾病 我们说 i have a cough 我呀有一点感冒 i have a cough 我呀有一点咳嗽 cough i have a fever 表示我呀发烧了 fever是发烧的意思 i have a flu flush 流感 哎 我得了流感了 这两种方法都是来表达自己生病了 好 亲爱的同学们 现在呀跟老师一起选择句子完成对话 我们看A说什么了呀 A说 how do you feel today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呢 我们看B说什么了 B说 not so good 说 一般般不怎么好 A问 what's the matter 怎么了呀 B说 I have a headache 我呀有点头痛 然后A说 I am I am sorry to hear that 听到这个消息呀 我很抱歉 好亲爱的同学们 这个呢就是两个人互相问候 互相问候来说明自己的身体状况 好 好亲爱的同学们 我们看这一张图片 我们根据图片 看一看他们需要怎么做呢 第一张图片 这个男的 她 她的牙痛 我们需要 她去看一个 牙医 see a dentist 看牙医 第二 这张图片 我们看到这个小姑娘在瑟瑟发抖 她呀 是很冷的 所以呢我们要跟她说你需要多穿衣服 wear warm closet 需要多穿厚衣服 好最后这一个我们看这个小男孩生病了 在发高烧 我们跟她说要drink lots of hot water 让她多喝一些热水 然后呢 lie down 躺下 and have a rest 多休息 多喝热水 好 同学们 今天呢 老师主要给大家讲的 我们该如何跟别人说 我们生病了 第一种方法 我们说是 I have 加 后边的疾病 I have a 后边加疾病 另外一种方法呢 是 I have a 加我们的身体部位 再加一个 egg 这两个单词要合到一起写 我们看第一个 I have a cold 我呀 感冒了 I have a headache 我的头痛 I have a cough 我也有一点咳嗽 I have a toothache 我呀 牙疼 好 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老师给大家描述 生病了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